所谓的灰指甲是霉菌感染到指甲 也是指甲病变中最常见的一种 指甲是人体皮肤表皮的一部分 分为甲床、甲板及甲基质 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指头末端 灰指甲是指甲受到霉菌感染 而引起的指甲变色、变形、针厚、脱卸、粗糙易碎 指甲分离等现象 灰指甲的学名是甲险 是最常见的指甲病变 灰指甲其实就是说指甲长险 就甲险就感染到霉菌 那它有分手指跟脚指的指甲 一般叉药是效果不好 大部分都是要吃抗霉菌的药 现在比较先进的是一天吃一颗 那在脚的话 因为手指跟脚指的指甲 一般手指长得比较快 差不多三个月长一公分 那脚指的话差不多六个月长一公分 等于是说你吃非指甲的药 手的话大概要吃三个月 那脚的话它要吃六个月半年 这样才可以 因为你指甲长出来就慢慢 它那个有菌的地方就是你把它剪掉 后面长出来因为你吃的药 它就可以杀菌 所以灰指甲简单讲就是指甲长险 就是感染到霉菌的意思 台湾的气候潮湿非常容易引起霉菌滋生 灰指甲常会并发在香港角患者身上 原因可能是霉菌感染足部产生香港角之后 又伺机感染了指甲 不过指甲的干险可能会长得像灰指甲而混淆诊断 此外灰指甲不只会发生在脚部 手指甲也可能因为手险的霉菌感染而发生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